這位華航集團的血汗勞工 大家好 其實我們所有的單位碰到你統一的同樣的問題 就是我們都是血汗勞工 大家不認為嗎 那當然今天你們可以每個單位講每個單位的苦 那我們這邊講我們修物工廠的問題 今天我們修物工廠面臨了一個比各位其他單位更麻煩的問題 就是我們未來的工作權可能會不保 因為成立了一個台灣飛機公司 簡稱台飛 台飛的成立 他們說新飛機台飛修 舊飛機修物工廠修 舊飛機五年十年後淘汰後 我們修物工廠的員工去哪裡 人力兩千多人到時候沒有飛機飛 沒有飛機修怎麼辦 轉到台飛嗎 年資怎麼算 沒得算 公司的方法是 你自己結清 自己結清後自己去 25年的年資以上 我們可以考慮 退休嘛 反正被公司逼得沒辦法 但是25年下的年輕員工怎麼辦 怎麼去 我們得到一個消息 台飛現在 暫時能力不夠 準備調動華信 修護的人員 叫他們怎麼過去 年資1.1 這樣子的方式 買清 我們勞基法 前15年 都是基數 兩個基數 結果華信的修護 竟然要用這種方式 把他們強迫到那邊去 好在華信公務會 他們強力阻擋下來 華信的例子擺在我們前面了 我們華航修護的員工呢 所以說這是我們的主要訴求 這是未來我們要保障的 哪怕我們修護公會已經沒有排 但是我們還是要保護 所有的員工 另外再來 我們現在修護 面臨的問題是 我們公時被緊縮 公時是工作 就是飛機的公時被緊縮 飛機公時被緊縮的情況下 我們修飛機的時間 增加飛機時間就少 那品質怎麼辦 我們現在一次性的品質百分百 因為公時的緊縮百分之九十 再緊縮百分之八十 要緊縮到什麼時候 這是我們對修護品質的要求 管理階層他們避而不談 但是我們員工都很憂心 所以在這個時候 我們必須要站出來 我們必須跟這些管理階層講 你們不要再壓縮我們 飛機的維修公時了 我們不要談 我們的薪水這麼低 我們的修護人員成本 培養成本這麼高 要三到五年才能成熟 結果你給他那麼低的薪水 做這麼大的重要的修護工作 你們黃支線管理階層 對得起我們修護員工嗎 所以說我們今天一定要站出來 我們跟大家站在一起 因為我們修護也是血汗勞工 跟各位報告一下 資方今天在早上 跟某一個企業工會聯合會商 然後分配任務 回去到各個公司的角落 開始散發他們的宣傳留言 就是說我們這場集會 是不合法的 是不愛護火航的 我們修護工會 更是不合法的 大家不要加入 開始放這種留言 所以大家 你們一定要認清 我們資方 跟某一個工會的正面目 我們一定要團結在一起 我們一定要對抗這個不良的資方 往我公司 拒絃拔四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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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欠 不不 哈欠 不不 哈欠 不不 哈欠